今天是我會為大家正道的 今天是給傳道為我們禱告 上個禮拜 三個星期 聽說明星傳道、港道搞哭了大家 聽說明星傳道的講道 那大家都哭了 特別是最後那個部分 特別是最後那部分 聽說連中執事都一路翻譯一路哭 聽說是中執事就翻譯一路哭 中執事跟我說過一路哭 我們期望聖靈今天都對我們每一個說話 我們期盼聖靈今天跟我們每個人說話 不管你是做了很久的基督徒 或者剛剛信了有沒有多久 今天這個信息都是很適合我們每一個的 今天的信息都適合我們每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經文在《文數記》第22章 所以今天我們看的經文是《文數記》的22章 今天比較長是21到34節 從21到34節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聖經的記載 是一個很簡單的聖經的記載 那我們請Peggy用國語讀一次 那我們就讀一下這段聖經 跟著我們就開始了 那我們就等一下開始 巴朗早上起來背上女 和穆雅的死者一同去 神因他就發露了 耶和華的死者站在路上抵打他 他騎著旅 有兩個不能跟隨他 驢看見耶和華的死者站在路上 手中有刀拔出來 就從路上踏進田間 巴朗打旅叫他回轉山路 耶和華的死者就站在葡萄園的狹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女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就贴近墙 将巴兰的脚挤上了 巴兰又打他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所有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女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就扶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露 愿战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 对巴兰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女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得手中有刀 把你杀了 女就对巴兰说 我不是你从小 直到今天所骑的女吗 我素像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没有 但是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路上 手里有刀拔出来 巴兰就低下头 扶扶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三次打我呢 你为何三次打你的女呢 我出来抵打你 因为你所行的事 在我的面前偏僻 女看见我 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女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就把你杀了 留他全佛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飞 主要我们今天都是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语 让我们今天知道 神呀求主你打开我属灵的眼睛 去聆听你的话语 请你打开我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 听到你 要我今天就能够 顺服你去回应 你今天给我的挑战 那我们顺服你今天给我们的挑战 主要今天我不要听我就算 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听听就算 我要行出你的话语 我要行出你的话语 求主你在这四十分钟里面 去改变我 求你在这四十分钟里面 去改变我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去奉主的名求 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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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题就是 耶和华所差遣来那一只的路 今天的就是 全部是耶和华所差遣来的那一只旅 我觉得圣灵带你我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所以我都讲了先 所以圣灵带你我做这个分享 我首先想 其实由小到大我们家都很穷的 从小到大家里都很穷 有一天我好记得 我们小学的时候 然后就去旅行 去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我去旅行 学校就租了一家旅游巴 请我们这些小学生 就去这个彭福公园 就在沙田附近的 马场附近的那个公园 就是学校租了一个汽车 那我们都到沙田附近的彭福公园里面去旅游 那你坐在我旁边 有一个同学仔 坐在我隔壁的一个同学 他不知道叫做什么 什么东西梁呢 忘记了了 忘记了他不知道叫什么梁 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呢 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呢 就是小学三年班的时候 他已经立头招到郭富城 这样翻学的 每天都 因为他已经就是三年级的时候 已经把那个头发梳得亮亮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同学仔 她的头很特别 怎么经常都湿湿的呢 但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同学的头发 为什么整天都是湿的呢 因为我自己 拿阿婆的俄罗纳英 又这样 折着头去 然后有一天我就叫 江婆婆的俄罗纳英 就挂在头上 我家姐妹都不知道的 原来我 我这样做 那我又不知道 原来有什么发型水 什么定型膏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然后俄罗纳英 去吞吞个头去 因为我并不知道 有其他的钉发水 所以就用了这个刀 然后我妈看到我的头濕了 那我妈妈看到我的头发都湿了 那你的头发都湿了 为什么头发都湿了 没有啊 没有湿了 哪有呢 就干了 我说没有啊 不是全干的吗 就是这个同学 就是因为这个同学 原来他家很有钱的 因为他家里很有钱 那我们去公园的途中 就望着外面的马路 很多不同的车经过 我们去公园的时候 看到很多不同的车经过 那有同学说 那这辆就是日本车 叫做本田 他就告诉我们 这个是日本车本田 那这辆就是德国车 这个是福斯巴根 或者是这个是德国车 那这一架呢 好东西 这一架是好东西 是那个竹子 好像一粒猩猩 这个就是奔田 奔鱼 奔鱼 就是奔鱼 大奔 大奔 就是大奔 跟着呢 那一架呢 圆圆地的 有蓝有白的 叫做宝马 都是贵的 然后就是圆圆的那个 就是有蓝有白的 就是都是贵的 就是宝马 那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喜欢看车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看车了 那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都很喜欢研究不同的车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就很喜欢就是研究不同的车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十年以上的那些呢 都知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呢 很喜欢玩车啊 改车啊 飞车啊 什么车啊都做的了 所以那时候我超过十年的都知道 我就是非常喜欢车 我记得当时呢 周牧师讲到呢 记得这时候周牧师讲到 他经常都拿我来做比喻的 他经常拿就是我们的铠 传道做比喻 就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开着那个车 也都有一种呢 很自然的骄傲感 就是有一个很自然的骄傲感 就是有一个很自然的骄傲感 因为二十四岁就 駕駛全新的德国的跑车 因为二十四岁就有一架 就是全新的德国的跑车 然后教会呢 都说不同的地方 哇 真是厉害啊 你这么年轻 就买新车啊 还是啊 漂亮啊 这样 然后教会的地区姐妹也说 哇 你好厉害啊 这么年轻 就有一架就是全新的跑车 但是他不知道呢 原来我静鸡鸡还在供的那个东西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还在供款当中 那 开了这架车不够几个月 开了这架车不到几个月 在我讨告的时候 我就听到神说 你买了一架车去呢 在我祷告当中 我就听到神叫我 把这架车卖掉 那我开头的时候 我当听不到 开始的时候我就当做听不到 接着过去那几个月 就真的很自然了 整天都听到 但是继续下去了几个月 我就经常都听到 那我一刻我就很挣扎 究竟我卖好还是不卖好呢 那时候我就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卖掉 所以我就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卖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 都是不卖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 还是不要卖 我决定 我就决定 就是假装听不到 就是这样过了几个月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有一晚我送完一些 的弟兄姊妹回家 的途中 有个晚上我送 弟兄姊妹回家的路上 突然间那时候我 开着很大声的音乐 也都开得很快 因为我开车很快 而且开车很大的音乐 但是突然间有一把声音 就跟我说去警告我 就在一分钟之内 就在一分钟之内 就是一分钟之内 就有一个货车迎面而来 转到他的车上 原来这个司机 吸了毒 和喝了酒 然后我知道撞了车 我就爬了出来 我知道转了车 我就爬出来 那时候整手 整面都是血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全手全面 都是血 我也自己也不知道 接着救伤车 去帮我处理伤口的时候 就负责帮我处理伤口的时候 我听到神很清楚地跟我说 听到神很清楚地跟我说 就说我要拿走你的车 我要拿走你的车 但是我要留住你的人 但是我留住你的人 其实神一早就叫我卖车了 其实就是神一早就叫我卖车了 但是我不肯卖 但是我不肯卖 那神等到这么下 就亲自来拿走他 所以神等到这个时候 就亲自把他拿走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都是不服从神的 我们没有去服从神 在旧约里面 在这个《民数记》的22章里面 在《民数记》的22章里面 有一个先知他叫巴兰 有一个先知叫巴兰 他应该是代表神的 他应该是代表神的 但是他却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但是他却有很大的挣扎 就是当时其中一个国王 摩鸦王 他叫巴兰 因为当时有一个王叫巴兰 一个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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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巴兰 摩鸦王 他见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 他见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 他就开始怕以色列人 他就开始怕以色列人 圣经形容以色列人 开始怎样强大 因为他们生得 以色列人怎样强大 因为他们生养多 一个生几个 一个生几个 所以短短几年之内 整个草原都变满了以色列人 所以短短几年 整个草原都变满以色列人 他听到以色列人 把整个草原都拿出干了 所以他知道他打不过以色列人 所以他就叫了这个先知来 他跟他说巴兰先知 他就跟他说巴兰先知 你能否帮我祈祷 你能帮我祈祷 可以帮我祈祷 你能帮我祈祷 去诅咒这帮以色列人 其实这个皇帝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叫耶和华的先知去诅咒耶和华的子民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第六节说到 巴兰也都知道神是不容许他去诅咒以色列人 所以巴兰也知道神不容许他去诅咒以色列人 因为如果一个先知去诅咒神的子民 因为如果先知去诅咒以色列的人 就代表这个人要向耶和华宣战 就是代表这个人是向耶和华宣战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意来的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就是你现在同神话神我和你一只抽出来 就是你现在说神了我要向你挑战 这个是很愚蠢的问题很愚蠢的做定 就是一个决定 这是非常愚蠢的决定 那这个皇帝就答应这个先知 如果你帮我诅咒以色列人 这个皇帝就答应这个先知 如果你帮我去诅咒这些以色列人 就权利啊地位啊金钱啊我什么都给你 你的权利地位我们什么都给你 这个先知 这个先知 他知道神不让他诅咒以色列人 知道神不让他诅咒以色列人 所以他就开始找一些漏洞 所以他就开始找一些漏洞 他开始找一些灰色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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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找一些法律的漏洞 看一下他可不可以一方面去依靠神和跟从神 看看能不能一方面去依靠神跟随神 但是另一方面又去诅咒这些以色列人 让他自己赚大钱 他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他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一方面我们想跟随神 一方面我们想跟随神 但是另一方面又想跟随着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又想跟随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同神讨够还价 找漏洞 我们向神讨侠还价 所以这段故事的开支就是这个仙姿 已经骑着他的牢去找这个皇帝去谈生意了 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说到这个仙姿 骑着他的驴要向这个皇帝去看一下他要做些什么 这个巴能仙姿显示出一个人类我们的弱点 巴能仙姿显示了人类通游的弱点 在我们当中的大兄姊妹今天是存在 在我们当中的鸡选姐妹今天也存在 或者甚至有些大兄姊妹这一刻 是仍然是在挣扎着的在这一方面 也许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是在挣扎着对于这些事情 这个弱点是什么呢 这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假如价钱和假如回报是合理的 假如那个价钱或者是回报是合理的 我们甘愿做错事 我们甘愿去做错事 如果你那个价钱或者那个回报你觉得是合理的 如果你觉得那个金钱或者是回报你觉得是合理的 你就甘愿去做错事 你就甘心的去做错事 包括违背神的旨意 包括去违背神的旨意 包括不听神的话 包括不听神的话 好像这个仙姿甚至乎他考虑去诅咒以色列人 好像这个仙姿他甚至就是考虑去诅咒耶和华的人 这个仙姿已经被贪心去控制住他的思想 这个仙姿已经被贪心控制了他的思想 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仙姿 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仙姿 他是一只木偶 他是一只木偶 他是给他的欲念 给他的贪念 去控制住他生命每一个的部分 他是成为他的欲念去捆绑他的一个人 他根本不配做神的仙姿 他根本不配作为神的仙姿 今天你是神的圣洁的祭司 还是你是已经成为了一只木偶 被不同的东西牵引着呢 或者你已经是成为木偶 被不同的东西牵引着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没得选了 他要派一个使者去惩罚巴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神就是派一个使者去惩罚巴兰 圣经说到这个使者已经拿着刀了 圣经说到这个使者已经拿着刀 因为这个仙姿已经骑牢去着 去赚大钱了 因为这个仙姿已经是在错的路上去找钱 所以神的使者就站在路上 拿着把刀打算去杀了他 所以神的使者就站在路上 就是想把他杀掉 但是很好幸 但是非常幸运的 巴兰那只牢呢 巴兰的女 就看到这个使者拿着把刀在前面 就看到神的使者拿着刀站在前面 这只牢对他的主人是很忠心 这个女对他的主人很忠心 所以当他看到神使者将要杀他的主人的时候 所以当他看到神的使者将要杀他的主人的时候 他就自己改变方向下 他就自己改变方向去走 跟着他改变方向之后 神的使者又站在他前面 当他改变方向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站在他的前面 这只牢害怕的就是左摇右摆 就是撞到他老板那只脚 当他站着这个女 左摆右摆的时候 就是碰到巴兰的脚 跟着又改道又走 避过危险 就是又改道 避过危险中 跟着神的使者又站在他前面 神的使者又站在他的前面 跟着这只牢就好怕就跪在地上 这个女就非常的怕就跪在地下 跟着巴兰先知就被这只牢弄掉了 跟着巴兰先知就被这个女 就是弄掉下来了 跟着开始拿鞭出来打他这只牢 他就拿鞭打这个鞭 起势不停地打他 他就不停地打他 因为第一你不听话 我叫你去边你不是去那里 第一就是你不听话 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没怎么走 第二你失腿 你失腿的时候 将我的脚撞到墙墙那里 第二就是你失腿 让我转到墙上 跟着第三我叫你走 你跪在那里 搞到我跌到地 我又要丙你一锅 就是第三就是我要你走 但是你跪在地上 就是让我跌倒 你又就是开打 最后这个鞭就要开口说话了 最后这个女就开口说话了 当然不是这鞭子开口 当然是神帮助这个鞭 去开始说话 当然并不是女自己可以开口 神帮着这个鞭开口说话 这个先生才察觉到 原来神要杀她的那个使者 是站在她的前面 这是先生看到 就是要杀的死者 就站在她的面前 这个是他之前看不到的 这是他之前看不到的 跟着最后他才知道 原来他那只鞭 最后他才知道 他的女 并不是不听她话 并不是不听她的话 是因为要保护 他主人的缘故 而是要帮助 他主人的缘故 免得他被神的使者杀害 免得他被主的死者杀害 所以这只鞭成为 他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在救援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在救援里面 他不顺服神 他不顺服神 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很清楚听到神的旨意 但是他去否认 他去拒绝 他很清楚地听到神的旨意 但是他否认拒绝 所以神很看重基督徒 是今天顺服他 还是不顺服他的 所以神很看重基督徒 到底是不是顺服于他 在这个地上常常有些的争战 在这个地上常常有这些挣扎 并不是神和魔鬼的争战 并不是神和魔鬼的争战 而是基督徒和神的争战 而是基督徒和神的争战 基督徒常常都不听神的话 基督徒时常不听神的话 神叫我们走左我们要走右 神叫我们不要做那样东西 我们偏偏要做那样东西 神叫我们不做这件事情 我们偏偏就要做 神叫我们侍奉这件事情 但我们却是想其他事情 神叫我们侍奉这件事情 神叫我们不开这个车 但是我偏偏就要开车 所以人和神之间是常常有很多的争战 所以能和神之间经常有不同的争战 但是神很渴望 祂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神期待祂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有时我们就真的不听话 有时我们真的不听话 我们很想做那个船长 我们经常想做那个船长 很想做那个飞机师 或者是飞行员 想做那个司机 或者是司机 是你决定去哪里就去哪里 因为想决定自己要去的方向 任何东西都是你决定的 任何东西都是你决定的 在几个星期之前 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一家人去了西班牙旅行 我们一家人去了西班牙旅行 那一天我们就要从这个 叫什么名字呢 是的 Serville叫做 在这个沙维尔中文叫做 Serville开车到曼加那里 我们就开车从Serville 然后开车到Serville 大概要开两个半钟车 然后大概要开两个半小时 那时候我们有13个人一起去 但是我们有13个人一起去 哇 这么多人呢 是啊 这么多人 是的 非常多的人 大家族啊 是吧 一个大家族 那你租了三架车 我们租了三架车 那就是三个不同的人駕 那我駕其中一架 有三个不同的人在开 我是其中一个 那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第一架车带头 在高速公路上第一架车带头 谁駕就别说了 谁开就不说了 第二架车就是本人駕的 第二架车就是我开的 第三架车也是另一个人駕的 又不要说谁了 第三架车就是另外一个人駕的 那就是三架车 就是三架车在高速公路上 就是三架车在高速公路上 那带头这位的司机呢 带头这个司机呢 哇 开得很快 它开走非常快 开150公里 快150公里 那有好几次呢 那好几次呢 本来我们应该是 离开那个高速公路的了 本来我们是要离开那个高速公路 但是因为第一个司机 开得太快 整天miss了 就是不够时间转 但是因为开得太快了 所以就经常就是错过了出口 所以我们一家人经过这个 WhatsApp里面的开会 都是决定都是比我带好一些了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决定让我去带队 那我就开始带头 原本带头那个就夹在中间 包尾那个仍然都是包尾 所以我就是开始带头 然后刚才的那个就在中间 因为我知道我走那条路一定对的 因为有GPS 因为有GPS 原来刚刚呢 之前带头的司机是没有GPS的 原来刚才那个司机没有GPS 但是他又很想带头了 那我就给他带了 但是他很想带头 但是因为带到这么差了 那我就换人了 带了太差了 所以换人了 那有一次呢 我很深刻 我记得 但是有一次 但是我很深刻的记得 我握在第一条线那里 我开在第一个行道上 但是这个司机长期 握在第三条线那里 但是这个司机 就是长期的在第三条线上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说跟着我的吗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应该跟着我吗 那如果我要转 他不是很危险吗 他要切进来 如果要转的话 他要这样就是过两个跑道 不是很危险吗 其实他告诉我 其实我不应该走那条线 其实他是在暗示我 我不该走那条线 我应该直去 我应该直去 我不应该转 我不该是转弯 你看到我在后面 我在带着你的 在前面 他就觉得我在后面 我在带着你前面 其实有些情况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虽然是我带着头 虽然是我带头 但是这个司机 在后面给指示我 但是这个司机 在后面给我指示 但是我当然没有听他说 当然我没有听他讲 因为我有GPS 因为我有GPS 我有GPS 我凡事都能做 我有GPS 我凡事都能做 有一个路口 真的要转的了 GPS说的嘛 我都要转的 所以GPS告诉我要转了 离开这个出口很近 离开这个出口很近的地方 只有300米到400米 只有300米米的地方 三、400米 从高速来讲 是很短的 所以300米 在高速上是很短的 我仍然发现 我仍然发现原本带头 那个司机离开我两条线 我已经打了灯 打了30秒了 我发现那个司机 离开我是两个跑道 连最后那个司机 都已经跟着我尾了 连最后的司机 已经跟着我的后面 但是第一和第三个车 就将间留个洞 给第二个司机 回头是岸 入回来 去加入我们的团队 第一和第三中间 就留了空谈 就是希望他回头是岸 当时我就跟我家人 坐在我旁边 我说 咦不是啊 哪个还没入线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就跟我家人说 那个司机还没有录到 怎么办 那我都没办法 那我都要转的嘛 但是没办法 我也要转 那这个司机见到我转 他就很心甘地 剪了三条线 跟着我转进去 所以这个司机看到我转了 他就非常心急的 就是超过三条线 就是转过来 那条路 在一百多公里的路上 这样剪三条线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过三个行道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心急的呢 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轻紧呢 为什么 明明是我戴的 但是他后面又搞这么多东西的呢 明明是我戴头盗 为什么不跟在后面呢 为什么拿得这么危险的呢 为什么开得这么危险呢 接着心里面 为什么这么令人厌烦的呢 又说被我戴自己 又搞了这么多东西的呢 心里就觉得很厌烦 不是我戴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车里面坐了几个人的 很危险的 而且他车上也坐了几个人 这样非常危险 但是其实呢 基督徒有时呢 有时我们呢 我们有时呢 都是好像这个司机 有时也像这个司机一样 今天神讲明了 我已经带着你走了 今天神告诉你 我已经带着你走 我们跟着他 开车就没事了 我们跟着他 我们就没事 但是神当神 入了第一条线的时候 但是当神走到 第一个行道线 你还在第三条线那里 高速地行驶着 我们能坚持在 我们自己的第三行道线 神今天跟你说 打了灯了 预早跟你说了 我要转右了 神已经就是都打了指示针 要你就是左转右转的话 我们看到神打了灯 打了很久了 我们看到神的指示灯很久 还是高速地 抓紧自己的那条线 我们还是高速地 在自己的路上 有时基督徒不是 听不见神的指引 有时基督徒并不是 听不到神的指引 基督徒是不服从神的指引 只是基督徒不服从神的指引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 但我们仍然是想做带头的司机 你想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次我们没有顺服神的带领 而导致我们进入一个麻烦 或者危险的情况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教导子女里面 在你的事业方面 在你的事业方面 在你工作的地方 在你朋友的关系里面 或者在朋友的关系里面 或者你用钱的方法 或者你愿钱的方法 神已经给了指引 神已经给你指引 但我们选择不去做 但是我们选择不去做 就搞到自己 好令人厌烦 那我们自己成为让人厌烦的人 不单止神觉得你烦 不单单神觉得你厌烦 当然他会用万般的慈爱 再一次的带你回家 当然他会愿万般的慈爱 再次带你回家 但因为我们不服神 也都搞到我们身边的人 觉得我们很烦 但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 也让我们身边的人 觉得我们很烦 我们失去了一个见证 我们失去了我们见证 其实神真的会用 任何的方法对我们说话 神会用不同的方法 跟我们说话 只要我们顺服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顺服就行 但是因为我们反叛 我们不听神话 但是因为我们反叛 我们不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就听不到 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指引 所以我们就听不到 神已经给我们的指引 神会用尽他的方法 甚至乎一些我们不期望 他会用的方法 他都会跟我们去沟通 神用不同的方法 甚至我们没有期望的一些方法 他都会让我们沟通 就好像这个巴能先知 他没有想过 原来他在犯罪的途中 神会叫着牢 去开口跟他说话的 原来他在犯罪的途中 就是神那女去告诉他 就好像旧约另一个先知约 就好像旧约里面的先知约 另外一个先知约 神叫他离离美城去传福音 神叫他套离美城去传福音 但是他不喜欢那里的人 但是他不喜欢那里的人 他不想那些人信耶稣 他不想那些人信耶稣 神叫他东面 他就走去西面 神叫他东面 他就去了西面 神就用一条瓶鱼 去对他说话 神叫我买了我的车 神叫我卖了我的车 我不肯卖 我选择去反叛 神就自己来拿 所以神就自己拿走 所以他就派一个吸了毒 和喝了酒的司机来撞我 所以他就派一个吸了毒 喝了酒的司机来转我 然后我之后觉得 神你都去得很紧 我最后祈祷说神 你真是好厉害 哇 又吸到又喝酒 又吸毒又喝酒 他要make sure 那个司机撞之前 不会扭太撞不中我的 真的 他要make sure 那个司机没有把我转 他要make sure 他真的迷迷糊糊地撞我的 不敢速的 他要就是me sure 他就是迷糊糊糊地转 我没有期待到原来 神是会安排这些事情发生的 我没有想到神会这样的安排 所以神会用尽一切的办法 去跟你说话 所以神会用不同的方法 用尽他的方法去告诉你 但是我们呢 很差劲 我们不听话 我们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听 我们不喜欢听 甚至乎有些基督徒慢慢慢慢觉得 原来神是很少跟我们沟通 甚至有时基督徒会觉得神 就是没有多大给我们沟通 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 这位神是一位静默的神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这位是一个静默的神 这位神很多东西说的 这位神是非常非常的 讲不停的 讲不停的神 整日讲的 他不停地跟你说 好像烦到你死的 还多嘴过我 他比我还要多嘴 是不是 神整日跟我们讲话的 神每天都跟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因为已经没有 一个愿意接受的心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 所以听到你都当没有听到 所以你听到也当作没听到 对上一次神用什么方法跟你说话呢 上一次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说话 一个最直接的就是透过圣经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直接的就是靠圣经 有时我们敬拜的时候 神跟我们说话 有时透过讲道 神跟我们说话 有时透过讲道 有时透过茶经班 或者是茶经班 有时透过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去跟你讲一个信息 或者透过你不喜欢的人 跟你说一个信息 有时你要去搭巴士 但是巴士刚刚 你上不到 错过了 神要用这个巴士 去对你说话 或者是你坐巴士 你刚刚就是错过了巴士 神就用这个巴士那里说话 神用一只雷 一只雷 和先知讲话 神就用这个驴 跟先知说话 有时神甚至用天气报告 去教导我一些属灵的真理 或者神甚至用天气报告 去告诉我一些属灵的真理 或者是超级市场买一样东西 或者是超级资产买一些东西 见到某一些的产品 神在那个时候 又可以跟我们说一些东西 看见一些产品 神也借着他告诉你一些事情 透过你和你老公吵架 他又跟你说话 或者透过你跟你的丈夫 找假又说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件事 你赢了一些钱生意不好 神就透过生意失败跟你说话 或者是透过你的生意失败跟你说话 或者你做生意很成功 甚至是用你的成功去跟你说话 甚至你的生意很成功 透过成功也让你跟你说话 你的女儿很孝顺 你的儿子很反叛 神用你的子女跟你说话 或者你的女儿很孝顺 你的儿子很反叛 神就用你的子女跟你说话 今天神是不断跟我们说话 神是今天不断的跟我们说话 只是我们不听 只是我们不肯听 有时候我开车 有时候我开车 我就会拿个电话来按一下 我就会按一下我的电话 大家都知道了 开车按电话是犯法的嘛 大家知道就是开车的时候 用电话是犯法的 是不可以的嘛 是不行的 是被人抓的嘛 可能会罚钱的嘛 可能是会罚款的 失见证的嘛 也失去见证 是不好的 是危险的嘛 是危险的 但我有时就是拿个电话来按一按 但是我就是这样 我等一下要问人WhatsApp我先 我看看有没有人WhatsApp我 谁原来又问我东西 原来谁谁谁又问一些事情 然后Facebook看谁 新相片哦 或者是Facebook上看 有没有新的相片 香港新闻啊 梁振英被人打哦 或者是香港新闻 梁振英被打 不是哦 我打给你老婆还没覆覆机呢 或者是我打给你老婆 还没有回话 死了 没有啊 打多次先 再打一次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原因 用你的手机 用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有一次我老婆坐在我旁边 所以一次我的太太坐在我身边 她看到我用手机 她看到我用手机 她说你不要用你的手机 她就说你不要用你的手机行吗 我和你的儿子坐在里面很危险啊 你这样 我跟你的儿子坐在身边这样很危险 撞死我们怎么办 撞死我们怎么办 那说完了我就不用了 所以说完了我就不用了 然后下次又忍不住又用了 所以下次我又忍不住又用了 然后过了几次之后她忍不住她 整个手机都拿走了 所以过了几次她就忍不住了把手机收了 多不好受啊 多不挤啊 你知不知道 抢我的手机 所以我心里就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她抢我的手机 但我没有说话 开始吵架 但是我没有说话 因为省得吵架 我妻子都是有很多东西的 因为夫妻之间经常有这种事情 接着你这次收我 下次我都用了 你这次收我 下次还可以用 接着下次她坐在我旁边 我又忍不住 我又用手机 所以下次她坐在我身边 我又忍不住又用手机了 Amy就说了一句很精进的说话 然后太太就说了一个非常精简的说话 她说我忠心 我希望 我忠心的希望 你被警察赖 你被警察抓走 我忠心的希望你被警察罚钱 我忠心的希望就是你被警察罚钱 我一听完之后 我心真的很不舒服 我听完之后 心里非常不舒服 还不舒服过之前她那两次警告 比之前的警告还是还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心里面罚钱又成了 怎么这么假的 两宫婆大佬 就是两宫婆怎么说这种话呢 真是 那当时我还在神学院 读着神学 当时我还在神学院里面 读着神学 我没有做工 被人捉到佛 好像1200元的 听说 我都没有钱给呢 我还在神学院 还没有上班 我被罚钱 有没有钱用呢 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很久 所以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很久 之后我就发现呢 之后我就发现呢 原来Amy呢 原来Amy 是从天上派来的这个女孩 是从天上派来的女孩 她跟我传递一个我应该知道的信息 她向我传到 传一个我应该知道的信息 Amy已经说了三次了 第三次令我非常责心 第三次让我非常责心 就好像这个女孩 避过这个使者三次 就好像那个女孩 避过那个使者三次 原来是神感动Amy 跟我说这些这么难听的事情 原来是神感动Amy 跟我说这些 就是我不希望听的事情 但是我们好像巴兰那样 但是我们好像巴兰一样 我们常常不珍惜 神派来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常常不珍视神派来我们的人 我们常常不珍惜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祖长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觉得他们说话不合听 你一是就不理他 或者你要跟他辩论 你要说到他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那他们觉得你所说的是对的 那我就信了那套戏 那我的心情就会好一点 那我就死心了我不说了 你想想你的关系里面 多少这些很无谓的拗叫 你想想你的关系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无谓的就是吵架 根本是无聊到嘔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无聊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想一下 神是不是今天派这个人跟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 这是神派给我的 让我知道的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很有可能是神派来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些可能是神派来的 因为你的骄傲 因为你的反叛 因为你的骄傲 你的反叛 你阻挡了神的信息 神的管教 你阻挡了神的信息 神的管教 原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上 原来最大的问题 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这个先知不单 没有去想 为什么这个骄傲 有这么不尋常的反应 这个先知没有去想 这个女儿为什么有这样不寻常的反应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她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做错事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做错事 他是先知来的 他是先知 现在是恩着神的名 用先知这个名字去做生意 他现在因着他的神 先知的名字去做生意 你知道他做的事是多严重 他做的事情非常严重 就等于我今天一个的传道人 就好像今天我这个传道人 我归空功夫 我拿教会的钱去买白菌赚钱 我归空功夫 用教会的钱买白菌 我怎么可能盲到 我看不到自己做错的呢 我怎么可能是不知道自己做错呢 这个先知就是一模一样了 这个先知就是一模一样 用他神先知的名义 用神他先知的名义 跟旁边那个王国谈生意 跟他隔壁的皇国去产生意 去赚大钱 去赚钱 做的真是虚格到不得了 诅咒神子民的名 做的就是去诅咒神的名 你怎么可以盲到连这样 你都不觉得是错的呢 你怎么可能这样你都不觉得错呢 人在罪恶里面就是有这个情况 包括先知 包括牧师 包括在在今天 我们每一位 人在罪恶里面就是会经常被门闭 包括我们每个人 我们不会想我们有问题的 我们不会想我们有什么问题的 有问题都是人 有问题都是他人 所以我们错过了很多神管教 所以我们就错过了很多时候神管教我们的机会 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听 圣经的教导我们没有听 人的说话我们更加听不入耳 能的话我们更加的听不入耳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爱我们 所以祂要管教我们每一个 但是圣经里面说到就是神爱我们 要管教我们每个人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至六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到五到六节 祂说到你们基督徒 祂说你的基督徒 祂说你又不记得了神在管教你了 你又忘了神要管教你 你又轻看了神对你的管教了 祂说当你被责备的时候 当你被责备的时候 不论透过哪一个人都好 不管是透过谁 甚至乎透过一只牢都好 甚至透过一个驴 或者超级市场的那种赤子都好 或者超级市场里面的赤子也好 你都不要轻看 你都要去尋求神 神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都要去寻求神 神啊你要跟我说什么 因为主所爱的 因为神所爱的 祂必定管教 祂必管教 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女 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 所以弟兄姊妹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神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顺服祂 我们要顺服祂 巴兰他不顺服神 巴兰他不顺服神 他想做自己的事 他想做自己的事情 我当年我都不听神 都不愿意去做神的旨意 卖了这辆车去 巴兰已经骑着驴 走一条神不喜悦的道路 我已经开着神不喜悦 我要开的车 感谢主有一只驴 救了这个仙姿 我今天也感谢主 一个喝了酒 吸了毒的人 撞我的车 我今天也感谢神 有一个吸了毒喝了酒的人 转了我的车 在心愿里面 有一只鸡 有一只鸡 救了一位圣经的伟人 救了圣经里面的一个伟人 耶稣跟彼得说 你会三次不认我 但是当时彼得不相信 他不相信耶稣跟他说的是事实 他不相信耶稣跟他说的是事实 他满有信心 他不觉得耶稣说的是真实的说话 他满有信心 他以为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的 因为他不觉得 他会不认主三次 因为他不认为他会不认主三次 所以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的记载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26章里面就在 第一次他跟人说 你不是认识耶稣的 你们同一党的 第一个有人跟他说 你不是认识耶稣的吗 你不是一伙的吗 他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有人问他 但是有时有人又问他 他就说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最后有人去问他 最后又有人问他 我发毒誓 他就发毒誓 如果我说大话我就天打雷劈 他就是说如果我说谎话 我就天打雷劈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就是不认识这个人 他真的这么怒气 可能他怒气过我 他可能就是这么怒气 可能就比我这样 反应还大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叫得很大声 叫得非常大声 叫得非常大声 鸡叫是我其中一个恩赐 鸡叫是我们的传道其中一个恩赐 狗叫也是 狗叫也是 为什么这只鸡 会在那一刻 刚刚又叫起来呢 鸡为什么在那刻 刚刚就提名呢 鸡一叫的时候 鸡叫的时候 彼得冲出去出去走 彼得冲出去哭了 他觉得很对不起耶稣 他知道很对不起耶稣 因为在这个鸡叫的时候 因为在鸡叫的时候 他才发现 原来他犯了这个罪 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犯了罪 原来他是不信服神的人 原来他是不信服神的人 因为这只鸡叫得这么大声 因为这个鸡叫得这么大声 再一次提醒彼得 彼得你是蒙神呼召的 就是继续的 就是再一次提醒彼得 你是蒙主呼召的 就是这个鸡叫的声音 就是这个鸡叫的声音 对于彼得来说 对彼得来说 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这就是神的声音 叫他认罪悔改 就叫他嫩罪悔改 鸡成都叫的了 鸡长长的鸣 为什么这只鸡叫 会搞到彼得这么惨呢 为什么这个鸡叫 让彼得这么难受呢 就是因为神透过这只鸡 直接跟彼得的内心说话 因为神就是透过这个鸡 直接的跟彼得内心说话 这只鸡的尖叫的声音 这个鸡尖叫的声音 就是神很大声的 去跟彼得的内心去呼喊 就是神非常大声地 向彼得的内心呼喊 当神想巴兰知道一些东西 当神让巴兰知道一些事情 他叫一只鸟仔去跟他说 他叫这个鸟跟他说话 当神要还有什么叫 朱祂尔 当神 det来 当神陈在跟彼得说话的时候 発一只鸟仔去 他派一只鸩女去 可是神跟彼得说话 他吩咐一只鸡去说 所以神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向你说话 神要我买了车 神要让我卖掉车 就叫了一个吸了毒 喝了一个司机来跟我说 弟兄姊妹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关于一个弟兄 他有严重的情绪管理的问题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 每一次他发脾气的时候 他经常打人骂人什么都做 至于这个问题呢 所以他的老婆长期的被约戴 所以他的老婆长期的被约戴 因为他一发脾气就会打老婆 他不论语言上也就是身体上 虐待他的妻子 他不但是言语甚至行为上都略戴他的妻子 有一次因为家里一些很小的东西 他又控制不了他的怒气 大声地骂他的老婆 准备动手打他的老婆 就准备打他 但是那一刻呢 他的小儿子 就在一个睡房那里 从睡房里面走出来 小朋友已经开始哭了 他就跟爸爸说 他说爸爸 可不可以不要打妈妈 可不可以不要大声地跟妈妈说话 小朋友一个很柔弱的声线 小朋友很软弱的声线 但是当这个弟兄听到的时候 当这个弟兄听到的时候 他听到主的声音 他听到了主的声音 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发觉 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发觉 原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原来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 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他是一个这样刻薄的人 他是一个愤怒的人 他是这样一个愤怒的人 神就用这个小朋友 这么微弱的声线 神就用这个小朋友 这个微软的声音 去跟这个弟兄讲 就像这个弟兄说 你不可以再这样 你不可以再这样 所以在那晚之后 所以在这个晚上之后 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 再没有提起他的声线 就从来不再提高他的声线 也从来不再提起他的手掌 也从来不再提起他的手 去虐待他老婆 去虐待他的太太 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说话 他去正视他的问题 他去正视他的问题 他去管理他的愤怒 他去管理他的愤怒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例子 神是怎样跟我们去沟通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神怎么样跟我们沟通 如果今天你是相信 神会用尽一切办法 去跟你沟通的话 如果你今天相信 神会愿进不同的方法和你说话的话 你愿不愿意去回应他呢 你是否愿意去回应他 你愿不愿意去听他话呢 你是否愿意去听他的话 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他呢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 你愿意去跟随神 我们会唱最后一首诗歌 如果你愿意 你就站起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请你起来 我们同心地唱这首诗歌 我们同心地唱这首诗歌 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给神 我们再一次地把自己交给神 我们跟神说 神啊我会听到你的声音 我也都会顺服你的指 我们跟神说 神啊我会听到你的声音 我又顺服你的旨意 让我们一起去回应 那我们一同就去回应